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约有五千人死于号称沉默杀手的肝癌 在十大死因统计中名列前茅 为全国主要癌症死因的第二位 独创肝动脉化疗术的肝癌权威 郑景祥医师 自己也曾罹患B型肝炎 还好凭借着医生的敏锐度 适时恢复治疗 才没造成遗害 有人形容忙碌的医生 家对于他的意义就如旅馆一般 一大早到医院 直到深夜才能回家 就像陀螺一样不停地旋转 常常一号难求的郑景祥医师 看着廊外排长龙的病人 有的是在片坊百一之后 抱着最后希望前来 想要找个可信赖的医师看病 他相当地不忍 于是在今年三月 他自高雄荣总副院长一直退休 原本能好好享受自在的人生 但郑景祥毅然决然退而不休 支持他的就是病人眼中燃起的 那个希望的眼神 其实六十四岁也好 六十四岁也好 大家身体都还非常好 我们的同仁 大家在医学中心 努力了三十年 在学术上经验上 都非常非常的有成就 也非常的有经验 然后就这样子退休了 不再造福群众 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可惜 所以我想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种 医学中心的这种服务的品质 大家的知识继续延伸到社区 郑院长配合政策 推动挫边好医师 社区好医院 不仅致力于在地医疗 同时推广家庭医生 持续追踪家庭病例 打造一间拥有舒适的医疗环境 以及实力坚强医疗团队的社区诊所 那简单讲就是说 你在七星级饭店吃一碗牛肉面 跟在路边摊吃一碗牛肉面 但是你付的费用是一样的 但是那个牛肉面的品质 还有它的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请问大家 你会在哪里吃那一碗牛肉面 你会希望去哪里吃 所以医学中心的重装备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所以造成老百姓就拼命往 医学中心大型医院区 诊所使用高雄荣总整套 完善齐全的医疗看诊系统 民众能先到诊所看诊 疏解大医院人满为患的压力 必要实在透过绿色通道 转诊到大型医疗院所 接受周全的医疗服务 礼拜一有我们心脏科主任 郭峰医主任的权威 到我们这里来看 礼拜二晚上 有我们新陈代谢科 朱志军主任来服务社区 所以我们每日都有一个名医 而且还在高雄荣总服务的主任们 大家平常挂不得好的主任们 深入到社区帮大家服务 把挂不到好的病人在我们这边服务 让他知道说其实是一样的 在医学中心 在我们雄大的诊所 都是他在处理 药也是一样的 人都一样 所以希望能让建立民众 到社区诊所来看的一个信心 本身对抗B肝代员40多年的郑院长 也有一套保肝秘诀 要传授给大家 他说台湾成年人每两人 就有一人有脂肪肝 呼吁大家要戒酒 减重 做运动 并用饮食来着手改善 每周需运动150分钟以上 透过各科专业医师的主妇 及生活习惯的改变 这样就能预防疾病发生 当个人人称献的健康宝宝 我们整个内科团队 是所有科别都有 可以做一个全人的照顾 所以从心脏到肠胃到肝胆 到神经内科 到高龄化失智的问题 再到社区安宁 甚至于戒烟 新陈代谢科的减重 门诊糖尿病的控制 我们通通涵盖 所以我们整个内科系 是跟医学中心一样 我们希望能够把这样的理念 偏向的地方 能够得到一样的大遇 那如果能够把一样的医疗品质 一样的理念 带到他们那边去 我想对社区 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帮忙 所以我们现在是算在廊高雄 未来我们希望在北高雄 能够把我们的理念也散布出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